而美國頭空總署也曾發出警告 在接下來幾年之間的太陽風暴 將會引致衛星、通訊、電力中斷的危機 修復期以及所造成的損失將會難以估計 與美國巨峰卡頓利拿對比 還要嚴重20倍 Hello 歡迎收看高歌恩 今天我們會跟大家提一個關於 甚少人提及的天文災害 太陽風 過去大家經常會聽見的天文災害 大多數都是隕石撞地球 或者是瑞星滑過等等 但其實太陽所積出的風暴 對於地球來說都是一種災害 可能大家會認為 太陽風就好像地球上經常看到的風暴一樣 只是在地球的表面旋轉 對於宇宙周邊的星體不會構成任何影響 但其實太陽風是很不同的 它指的是太陽上層的外氣 向外射出地池和側致的風暴 它釋放的速度一般是處於秒速200至800公里 所以太陽風爆發出的強大力量 對無線電通訊 衛星通訊 相關的太空科技會造成暫時或是永久的損壞 更加能夠使得廣大區域的電力供應中斷 造成停電 甚至對其他行星造成災害 每次當太陽釋出風暴時 對地球上的人類都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只是現在很輕微就不容易發覺 嚴重的話 很有可能會為地球帶來毀滅性的災害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盡心探討一下這個太空災難吧 太陽是一個極為巨大的能量球體 它日以繼夜地向四面八方散發出不同的能量 包括各種不同的波段光頻、熱能、輻射和磁場等等 同時也會出現由太陽黑子所引發的太陽風暴 太陽風暴是一定時間所爆發出的能量 比起正常時候太陽所發出的能量 可以高出數以百萬倍計的威力 其實啦 太陽在正常時間所發出的能量 就足以令到地球上的生物 因為它發出的致命輻射而毀滅 但是 是因著地球內部有一個巨大的磁心 在地球的四周圍形成了一個磁場 這樣就能夠保護地球上的生物 免受太陽有害的能量 甚至避免太陽風暴的直接侵襲 然而 美國特空總署NASA在2009年就曾公佈 第24週太陽週期 將會在2013年5月見頂 太陽即將會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活躍期 加上巨大行星Nibiru逐漸逼近 太陽就更加能夠輕易爆發出風暴 同時Nibiru也會使得地球的地磁減弱 令到地球處於失去磁場保護的狀態 可想而知 這樣必然是對人類社會構成極大的威脅 好了 那到底是什麼威脅呢? 我們一起來仔細看看吧 在過去100年的歷史中 美國和俄羅斯的科學家已經發現 太陽的太陽風活動 以及因為太陽風活動而被影響的地球地磁活動 都對人類產生了極大的負面情緒影響 在上世紀50至60年代 曾經服務在五角大廈的美國中央情報局 當中的高級軍事科學家 Dr.Henry Perharic 就曾經用不同波頻的電磁波 對人類情緒影響作出了研究 當中的研究發現 由地球在磁場縮發出大約每秒8次的頻率 會令人的情緒變得穩定 但是當這個頻率下降到每秒6次的時候 人類的情緒就會相對變得消沉和沮喪 但是相反 當這個頻率上升到每秒11次的時候 人類的情緒就會出現暴力傾向 按照半個世紀前所作出的研究顯示 當太陽風打下來的時候 在同一天當中 地球就相應有大型的暴動事件發生 但是很有趣的是 太陽風正在打下來的時候 不可能在那天才開始革命的 而是之前的半年或是數個月之前 人的心已經在變動著 革命也正在醞釀 並且對政府不滿 群體的不滿情緒高漲至一個階段 最後就會變成社會動盪 曾經獲得兩次諾貝爾獎提名的醫學院教授 Dr. Robert Becker 也證明劇烈的太陽活動 會直接導致人們精神病發 以及大眾的情緒會出現錯亂 在2008年 他臨終前預計到 在2011至2012年之間 當太陽進入第24個爆發的循環的時候 地球的頻率會升至每秒13次 整個社會將會因為人類的情緒變化 而變得有如人間地獄的人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自2012年之後 各國的暴動示威就開始急劇地增加 隨時之外 隨著太陽風的出現 也會同時導致地球出現黑暗的災難 這個又是些什麼呢? 原來是 當彗星或者恒星的尾巴經過太陽的時候 太陽的等離子體 就會好像一架車的廢氣管一樣 它噴發出來的熱氣 會導致身邊的景物變得好像環影一樣 不僅使太陽風能夠打中地球 更加會帶走地球上的負電荷 令地球不能夠產生任何的光線 就連所有的日光、星光和人造光線 通通都不會出現 這樣也解釋到 為什麼當太陽風出現的時候 地球上很多廣泛地區 都會突然發生大停電的原因 我們再一起看看 太陽風出現的時候 對於電力所帶來的影響 首先要知道 太陽風暴分為C級、M級 和極大級數的X級 在2011年8月 曾經就爆發過兩次強烈的太陽搖斑 分別達到X6.9級和X18級 X18級是30年以來最強的太陽風 在那時影響了日本航太機構的通訊衛星 因此發生了故障需要暫時關閉 此外 2011年9月24日至29日期間 在正直水星Alodine 與地球以及太陽連成一直線 太陽黑子1302逐漸活躍 並且爆發X1.9級 太陽搖斑以及太陽風侵向地球 隨後 至少有12個城市出現停電 而美國口空總署也曾發出警告 在接下來 幾年之間的太陽風暴 將會引致衛星、通訊、電力中斷的危機 修復期以及所造成的損失將會難以估計 與美國巨峰卡特利拿對比 還要嚴重20倍 正如之前所提及 其實這些災難早在3600年前出現過 在古埃及書《Corbin Bible》裡面也曾記載過 當毀滅者來到地球時 天上會產生種種不尋常的異兆 太陽會向行星發出巨大的太陽風 另外 搖示者Adams少教也預告 地球將會出現X級的特大太陽風 並且是將會直接打中地球的表面 這個可以說是一場人類滅絕級數的大災難 看完以上的案例之後 我們不能發現 太陽風對於地球以及人類的影響一直存在 而近年更加有加劇的跡象 但原來 美國國家科學院早在2009年就已經發佈了一份 關於2012年太陽風部的特別報告 指出從2012年開始 一個能夠摧毀地球現金科技文明的太陽風 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如果這個太陽風真的打中地球 即使是美國 也都難以阻止數以百萬計人死亡的慘劇 而其他國家也都只能夠緊緊掙扎求算 但是 太陽風就算再厲害 也只不過能夠將地面上一切的毀滅 既然是這樣 躲入地底 那就可以了 沒錯 所以各國政府也都打著這樣的算盤 才會在近數十年花費龐大的力氣 在不同地方大興土木 堅造神秘的地堡 又興建末日種之父 當中很有可能就是為了 當太陽風將地面上的一切化為灰掌的時候 人類仍然能夠保存著重要的血物、食物 人類的科技和文明 就有可能重新開始 好了 這次的提問是 如果你是政府 面對將要來臨的太陽風暴災難 你又會怎樣做呢? A. 毫不秘技地向市民宣布將難的來臨 提醒市民做足準備 還是 B. 暗地裡實施好色的操作 例如拉閘限電 建立地堡等等 來保護市民呢? 將你們的想法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們吧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subscribe 以及share給更多人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